大家好,我是小夏 今天这期视频是回复网友一些关于房地产相关的提问 我主要选了一些被重复问的次数比较多的话题点 包括自雇人士如何做贷款 也就是self employee的人 还有房产税相关的几个问题 总之就是从各个房地产主题的视频下面整理出来的问答 那我今天尽量全面的给大家做一下回复 如果还有后续问题的朋友呢 欢迎继续留言发私信或者写邮件给我们 那咱们就开始吧 首先呢是自雇人士的贷款 self employee呢自然就是指雇主就是自己本人啊 比如说自己开了一个公司或者做点小生意的人 那再强调一次 贷款主要看的就是你的信用分数还有偿还能力 也就是说银行想要评估你能不能还得起你想贷款的这个数额 那自雇人士呢就是在这个偿还能力上吧 可能没有正常上班的人那么简单直接的就能体现出来 所以咱们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来讨论 第一种呢就是如果你自己给自己开paycheck 也就是说你的工资公司呢可能相对已经有点小规模了 那你自己每个月呢也从这个公司的账上领工资 那就可以证明你的收入来源和收入水平 因为相当于你每个月也是有这个w2的 年底呢也是要正常报税 这样的话呢其实和一个在其他公司上班的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那第二种呢就是如果你是做更小一点的生意 没有每一个月的固定收入 那你年底总是要报税的对吧 你报税的时候呢就会显示你一年的收入有多少 那你申请贷款的时候呢 就可以拿这个报税单给你的loan officer或者银行看 不过呢这里因为你的收入不一定的特别稳定 最好呢能有两三年以上的报税记录 如果你每年报的收入都差不多 那还比较简单 但如果你有一年比如说一年挣了一万 然后另外一年挣了三万 还有一年挣了十万 那银行肯定是不会按照一年十万来算你的收入的 这种时候呢可能每一家给出的这个利率和贷款额度就会有差别 所以呢就需要你的经理人 也就是loan officer来帮你shop around一下 多加比对 看哪家给的贷款条件最好了 所以呢你也不用想着说 哦我前两年报的比较少 但是呢我今年想买房 我就报税的时候呢多写点 那银行呢也不傻 他不会只看你最近这一年的记录的 那这种情况下呢确实就比较考验你的这个贷款经理人的经验了啊 因为有的经理人呢他和一些银行的关系比较好 他会写一些就是补充材料 比如他可以专门写一封信说 哦这个贷款人从去年开始生意变好了 因为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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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原因 然后呢这是一个未来可以持续的状态 他后面的收入是不会低的之类的话 就是他会尽量的帮你去游税这个银行 能争取到好一些的利率或者高一些的额度 第三种呢就是你平时的收入也是现金为主 每年呢也没怎么报税 那真的不好意思 你想拿到低利率这件事吧 基本就不现实了 这个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呢 这种情况下一般大银行的贷款 你都很可能拿不到的 很可能呢要找那种私家贷款 或者是一些专门做高风险贷款的公司 那利率呢自然也不会太低 比较常见的呢就是市面利率的一倍 比如如果现在这个市场上利率大概在3%左右 那这些私人贷款的公司的利率呢 可能会在5%到6%左右 有一个很常见的问题啊 就是很多人请我和老麦来推荐这个经理人 或者是房屋的经纪人 但我们呢基本就没有回应过 那这里呢我就想统一做一个说明 首先呢经纪人其实是有非常强的地域性的 就比如你在纽约买房吧 曼哈顿的 长岛的 皇后 布鲁克林 即使是我们自己买房 在不同的区域呢也会去找不同的agent 因为他们很少会是就是说整个曼哈顿 整个纽约都很了解的啊 经纪人呢这事有时候就像地头蛇一样 是非常local的 而且即使说比如都在长岛吧 就我们之前拍过了一些看房的视频嘛 但其实你买co-op 买condo 买house 也就是说根据房屋类型的不同 又可以去请不一样的agent 所以如果大家有比较偏好的区域 那你在网上盯着看一段就会发现 有时候同一栋公益楼里的卖方经纪人 就来自于那某几个公司 那你想请一个代表你的买方经纪人呢 就可以考虑说从这几家公司里面挑人 你可以在openhouse的时候多去看看 去认识一下agent 多聊聊天 就可能能遇到适合你自己的 所以如果你给我们之前留言说 能推荐个经纪人吗 这么一句话我真的没有办法回答啊 而且说实话就是咱们大家素未谋面 我也不了解您 我喜欢的经纪人您不一定喜欢 万一我推荐了您不满意 我不相当于把您和我的经纪人都得罪了 那就是何必呢 所以我这里给出我最真诚的建议呢 就是适合你自己的经纪人也好 经理人也好 都点你自己去找 最好的就是从openhouse开始 多去看房 多去认识一些经纪人 你要花时间挑 花时间自己去聊 而且要清楚自己想要买什么价位的 什么地区的房子 这样呢才比较的有针对性 另外呢还有一层原因就是 可能稍微了解一点地产经纪的人就知道啊 这一行呢也是汗的汗死 唠的唠死 就是有一些很好的经纪人 他们手里的客户真的太多了 说实话他们都不一定愿意接触新客户 用我们一个经纪人朋友的话说吧 他每一个周末吧 想请他吃饭让他陪着看房子的客户 从来都安排不过来 他都是挑自己最聊得来的几个人 剩下的有一些呢 他可能就推了让人家自己去看一看openhouse 这种情况都大有人在 那换位思考一下 我觉得咱们大家呢都要相互理解 如果我推荐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经纪人 那我肯定还要和这个经纪人打一个招呼吧 那我要说我给你推荐一个新客户 人家问我说是你朋友吗 我说网友留言让我推荐的 我也不认识 不清楚是个什么性格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经纪人对我表示也比较无语吧 所以说来说去呢 还是同一个主题 想找合适自己的经纪人 多出去看房子 或者哪怕多在redfin这种网上浏览房子都可以 因为这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就是每一个房子下面都会写 listing agent是谁 是属于什么公司的 你直接去联系这个公司 或者你直接去google这个经纪人都可以 你只要约出来聊一聊 就这么就能搭上线了 你完全可以在一开始自我介绍的时候说 我想要大概在哪里哪里买房 你以后觉得有合适的呢 请你推荐给我 不一定是说你们公司的房源 就是我希望你可以代表我作为我的买房经纪 然后帮我挑房子之类的 然后你完全可以跟很多的经纪人去说一样的话 最后根据他们后续和你的沟通 你感觉和谁一起看房最舒服 谁最了解你的需求和这一个你想买的区域 你以后呢就长期和哪个经纪人合作就好了 这都是双向选择的 所以归根到底呢 做什么事都还是要自己花点时间 下点功夫的 不管你是什么类型的房子 在什么地区 新房子 旧房子 只要你拥有这个房子的期限内 你每一天都在付这个税 当然了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点啊 第一呢就是关于co-op 也就是没有独立产权的公寓 这个我们以前介绍过啊 在纽约州是一个很常见的房型 这一类公寓呢 大家往往能看到它每一个月的管理费 也就是management fee都比较高 基本呢没有什么一千以下的 但其实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啊 很多co-op的这个管理费 它已经包含了地税了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redfin或者Zillow上面看房源信息 其中能看到每一个月的这个预计支出啊 这个其实是算重复了房地产税的 也就是说这些网站呢 它本身会根据当地的房地产税率 自动显示每一个月的房产税 但如果管理费里已经包括了 那其实就是说管理费也没有多高 地税也没有多高 这一点如果你想买co-op 一定要在看房的时候呢 特地问一下 或者去问你的经纪人 因为我们最开始看房的时候呢 犯过这个错误 我们真的会以为说 一套40万的co-op和一套70万的condo 每个月的这个每个月的支出啊 是差不多的 就是因为co-op管理费高 后来才知道是我们double count的这个税 因为大部分co-op的管理费呢 都已经包含了地税 那当然了这也不是说所有的co-op都这样啊 这个我确实不太清楚 只是说大家看房的时候呢 记得留心问一句 第二呢 就是有一些比较新的公寓 有这个省税或者免税的条款 就是你可能买公寓的时候能查到啊 之前的户主每个月付几十块的地税 结果到你要买的时候呢 每个月就变成了几百了 那这就是有一个十倍的差距 这是因为呢 一些公寓在当初盖的时候 开发商和这个城市会签一些优惠政策 因为你在某一个区域盖楼 相当于吸引了更多人来 能为这个地区的繁荣发展做贡献吗 那相应的 政府就必须要给你一些税收上的 这个福利 通常呢 就是说这个公寓楼有二十年呀 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的这个tax abatement 也就是说刚刚盖好的未来 二十年二十五或者三十年里面吧 房产税都很低 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期限 就要正常缴税了 那有一些住户呢 确实就是在快到期的时候 开始卖房子 所以如果你要买公寓的时候呢 就可以留心一下 良心卖家呢 会写清楚这个tax abatement的政策到哪年结束 之后呢会变成多少钱 但是不排除呢有些人不写这么清楚 那你可不要误以为说一套几十万的房子 一个月只有几十的地税 自己要多留心一些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大家能能多多点赞留言转发 还没有关注我们频道的小伙伴 快点订阅小夏和老麦的频道吧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继续的留言问我们 我们每隔几个月呢 就会做一期这种比较详细的回复视频的 那咱们呢下期再见 拜拜